基本上中美之間現在互相信任是降到零 所以一定有ABC各種方案 老太太堅持要理面出訪 體面 體面出訪 脫稿演出 現在事情過了我就可以跟你講 來吧 所以最後你覺得他來是來 他堅持是堅持 白宮也跟他切割了 不過他還維持在一個 不算完全出軌的狀態上 也不算脫稿演出 現在事情過了我就可以跟你講 來吧 這個大概三天前吧 因為大家都在沙盤推演 那坦白講AIT也很緊張 那美國軍方行政部門也搞不定這個老太太 你還說孫小雅那個事情嗎 他就 AIT基本上就是在府內 密切互動的一天 那時候就傳出一個消息 就有人就勸他啦 說你是不是就短停啊 你落地沒關係啦 這是美方的建議啦 說老太太啊 那你就短停嘛 低調一點嘛 那我那個朋友就給我一個說法說 可是老太太堅持要體面出房 然後他就跟我說體面出房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不講啦 你自己去體會吧 就是今天這個 我們看到了 體面出房 他所有的他都要 包括落地之後過夜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總統府 然後去立法院 然後去金門人權員去 台灣成為飛彈島 根本就還不足以保護自己啦 我跟你講 他如果封鎖你呢 然後你抱著飛彈餓死了嘛 所以你不可能沒有作戰艦嘛 不可能啦 你不可能說對於人家的封鎖 你都沒有打破封鎖的 這些基本的武力的部署 不可能啦 是 怎麼可能只要揮飛彈 不可能啦 飛彈你主要是針對 他可能會有導彈襲擊嘛 那他有登陸艦嘛 他要登陸作戰 所以你要有這個地對海的飛彈 要有地對空的飛彈 這個可以理解嘛 可是光靠這個不足以生存啊 因為人家有可能封鎖你啊 比如說這次不就 他不就在預言了嗎 是 這個事實上就是 幾乎是標準的封鎖了嘛 而且完全不管有沒有超越中線 我比較怕你現在 就像跟你剛剛講的這一塊 就是接下來 他就沒有這個中線的概念 他就會一直頻繁的飛過來 這才是我覺得真的可怕的 這個就是後果 這個我們早就講了 事實上我在佩洛西 來我就說一定會有這個後果 就是他 在佩洛西來之前 是有已經在講說 台海不是國際水域嘛 你記不記得 那我剛好趁這個機會來落實 我的主張 這個自從古巴危機之後啊 世界上的核大國從未直接對峙了 從未 美國跟蘇聯啊 接下來現在是美國跟中國嘛 美國跟俄羅斯也是如此的 從未直接對峙了 所以我就看到胡錫進在那邊講說 扮飛 我說扮你的頭啦 扮飛 怎麼可能嘛 中國再魯莽也不可能去美國直接對峙嘛 而且扮飛很容易擦江走火嘛 因為美國又不是吃素的 所以他一定會有軍機上來護衛嘛 那你萬一不小心碰到 擦撞到老太太的飛機怎麼辦 是所以很多人只會以為自己 你昨天也是啊 你昨天跟朱大你們也以為自己是最後一餐嘛 因為如果真的按照這個胡錫進的說法 你如果不小心把老太太打下來 那就是宣戰 是 拜託怎麼可能啊 中國跟美國再怎麼樣也不可能這樣做事情 不可能 所以大家昨天不管是這個朱大呢 請你吃了這一頓豐盛的大餐 或者很多人只會以為說吃好一點 可能最後一餐這個想法真的是 就像剛前面我們有講過 一開始key拉太高 那他其實也不能代表官方啦 因為網路 而且錯誤期待 坦白講啦這個網路民粹 其實我們 我事實上發生這種緊急狀況 我還是以讀政府的文獻去組織啦 所以我才會說 是趙立堅最後那個說法 把大家期望值拉高了啦 拭目以待嘛對不對 那王毅 昨天那個聲明 就裴洛新落地之後的那個聲明 他那個就是外交語詞 大概就講到幾點了啦 他說背信棄義令人不辭嘛 那基本上就是認為美國 違反承諾嘛就是這樣嘛 那這個事實上之前也出現過啦 就是事不亦無異美國從未只與其嘛 所以基本上中美之間現在的 互相信任是降到零了 所以說我剛不是跟你講說有進去府內 大家在協調 說可不可以低調一點 所以一定有ABC各種方案 那A方案可能就是說你就低調一點 時間短一點嘛 那我不是跟你講說 老太太堅持要裡面出訪嘛 體面 體面出訪 那好他終於就決定非了嘛 那體面出訪這個調子 一定嘛 一定我們這邊就連動了嘛 因為我們一定是相對也有ABC方案嘛 那人家要體面出訪 那體面出訪的相關的配套你就要準備啦 比如說他要開記者會啊 他要去人權園區要見哪些人啊 他要入府啊 要趕快去約啊不是嗎 對不對 這個就沒有辦法啊 他這次只有一個行程是固定的 就8月5號日本國會悼念安倍的活動 其實他所有的行程都是隨時可以進來 就是是浮動的 連李顯龍跟他接見 你不覺得就是根本沒有內容啊 事實上李顯龍就是最後的煞車皮啊 說叫你不要衝太快啊之類的啊 然後晚上那個新加坡美國商會的演講 那就是臨時加的嘛 那隨時可抽掉了嘛 所以真正證明他的唯一目的就是來台灣啊 而且要體面出訪啊 那結果現在他台灣因為一下給你拉那麼長嘛 現在日本那個國會那個最大安倍活動還要為他往後延欸 所以連那個活動都不重要你知道嗎 他原本說你是唯一一個確認 是啊唯一一個確認就是日本國會那個活動就8月5號嘛 對啊 我跟你講他如果大辣辣啦 不管中共怎麼弄 他大可以8月5號去日本 然後8月6號直接從日本飛到台灣啊 那這個就是超級敏感 因為他一定要經過東海防空識別區 那中國大陸要攔截他實在太容易了 你知道嗎 所以顯然是有折衝的過程嘛 就倒過來走嘛 所以他先飛到新加坡嘛 對不對 而且他是先到關島嘛 然後再去新加坡嘛 對不對 然後新加坡倒著走嘛 那就繞開了最敏感的區域 他就東海防空識別區跟台海西岸都沒去嘛 因為那個只要一碰到都非常危險 所以他不從桃園進嘛 只有那個呆子雲智堅會講桃園嘛 國門 他第一在地是我們的國門 表示他對那個外交毫無瞭解 對 那時候我看到我想說怎麼會講這種話 不是桃園啊 對啊我就 我說奇怪你怎麼不知道 普洛西是要從松山機場接下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一直在那邊算說什麼 依照他行程 他應該說應該沒有台灣的空間 原來這些行程就像你講 都是虛的 都不是確定的 都是虛的 都是可調整 對都是可調整 我跟你講他如果碰到障礙來不了台灣 他就去印尼啊 把面子弄好 也是 本來就是啊 人家要體面的 就印尼再待一天 然後就直飛日本或韓國 就不來台灣啊 結果我發現可以來嘛 就這樣 一來就直接過夜 過夜還今天行程還滿滿 這個就是他的主要目的 可是說過程中虛虛實實 他最希望的情況就是 體面來訪台灣嘛 結果他達成了他的目的嘛 就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為什麼在事前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這個 大家都不確定 那眾說紛紜啊 說從日期來算啊 或者是從 大家對這個美方的瞭解啊 那為什麼裴又欣 最後還是到 而且到之後還滿滿的行程 然後走好走滿 甚至還過夜 原來就跟亮哥講 就其實就連這些最核心的人物 他們也都有Planet A Planet B 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跟希望可以 他也配合調整的部分 就他都不調整 他可能在82歲 還是他調整的就是這種這個而已 路線接受軍方的 對吧 當然 就這個而已 然後從 還有沒有 還有先去新加坡啊 等於在東南亞多走了幾天啊 是 那那個不一定是他真的要去的啦 所以你說此行 台灣才是他真正的唯一 當然啦 當然是這樣 事實上 邏輯上我跟你講啦 事實上他最安全的路喔 本來可以先飛到關島嘛 然後就直飛 從關島直飛進台灣 這條路絕對安全 是 完全沒有經過邊邊角角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不這樣 就不像你說昨天這樣硬拗下來 還有一個巴士海峽那一段空檔 那為什麼他不這樣做 因為他不能把台灣當做手法 是那就更難看了 本來就是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裡面真的有各種折衝的力量 就是拜託 說奶奶啊拜託啦 你不要從關島直飛台灣好不好 拜託啦 所以我 所以有人在怪拜登啊 說我才不相信你怪拜登不能夠把他阻止 因為坦白說啦 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 事實上就有好幾個美國議員要去奧富汗 被拜登硬攔下來 我就不給你軍機啊 因為軍機拜登是可以指揮的嘛 我就跟你說我派不出架石 我看你要怎樣 所以他如果硬要說不讓佩洛西來亞洲 他是做得到的 可是就會得罪很嚴重啦 你知道吧 所以就有人就說拜登你這個不夠力啦 不是 可是你也不能夠說拜登沒有努力啦 他努力的就是說欸 沒有讓場面更難看啦 老太太你不要從關島直飛台灣啦 拜託你啦 不要守戰 你不要從日本飛台灣 拜託你不要啦 那你還是先去新加坡吧 那新加坡上來 拜登你彎個直角好不好 彎個直角 所以我是覺得這裡面還是有一個折衝的過程啦 是